HELLO 大家好 華為在德國慕尼黑發表了新的旗艦機 華為 Mate 30 以及 Mate 30 Pro 除了這兩款新機之外 它還帶來了一系列的周邊配件 剛才Kino現場已經結束了 現在我們就要來為大家介紹這次發表的新機們 我手上這一款就是今天發表會的主角 華為的 Mate 30 Pro 啦 華為 Mate 30 Pro 最大的特色 就是它採用了 6.53 吋的瀑布螢幕 什麼叫做瀑布螢幕呢 就是它的左右兩側都已經變成了 角度是 88 度的曲面螢幕 那也可以看到它的機身側邊這邊已經沒有音量鍵了 只剩下單顆的電源鍵的配置 那要怎麼樣叫出音量鍵功能呢 你只要在螢幕側邊點兩下 那就可以調整音量了 或是說你用右手拿著的時候 你一樣在側邊點兩下 它就可以叫出了這個音量鍵的功能 那除此之外呢 它的前鏡頭呢 也有TOF景深鏡頭 然後還有一顆3200萬畫素的自拍鏡頭 那它的全機支援 IP68的防塵防水電池 則是 4500毫安時的配置 那比較特別的是 它這次的支援了 27 瓦的無線快充 然後以及 40 瓦的有線快充 以充電速度來說算是在旗艦機中表現數一數的好的 新的功能呢 可以根據使用者怎麼樣去看螢幕 自動辨別使用的方向來調整手機畫面 例如說它是正著看螢幕 跟它是側著看螢幕 螢幕畫面就會跟著翻轉 它不是太扯了吧 它不是太扯了吧 另外一個AI智慧私密功能呢 就是當使用者已經註冊了它的臉部辨識之後呢 當別人去看它的畫面 就沒有辦法看到它的個人資訊 比方說它現在可以看到它的手機畫面 但如果有人湊上來呢 它畫面就會鎖上 華為Mate 30 Pro這次主打的一個功能呢 就是它具備了四組鏡頭 這四組鏡頭的一大特色就是 它有4000萬畫素來卡認證的電影鏡頭 它搭載了1.54吋的感光元件 是目前智慧型手機中最大的感光元件之一 另外還有一個4000萬畫素的RYYB鏡頭 它主打的是高感光 也就是你可以使用ISO 409600來拍攝 那另外還有一顆的是TOF景深鏡頭 以及一顆800萬畫素的80mm長焦鏡頭 可以達到三倍光學變焦的效果 這次呢華為也新加入了慢動作錄影功能 最慢可以達到7680fps的超級慢動作錄影 我們現在手上的這款就是剛剛才發表的華為Mate 30本人 華為Mate 30的特色呢是它採用了6.62吋的小瀏海的螢幕設計 不像Mate 30 Pro一樣是瀑布螢幕 就是它還是保留了2.8mm的窄邊框 然後側邊的音量鍵依量的保留著 然後呢機背我們現在看到的這款是皮革的顏色 分別是皮革橘然後還有皮革綠 不過另外還有四款是採用玻璃背蓋的機身 機身的連接部方面呢 Mate 30是有保留3.5mm耳機孔 然後還有Type-C連接部的 不過P30就沒有了耳機孔的配置 比較特別的是這款華為Mate 30它採用了三組鏡頭設計 那三顆主鏡頭呢分別是4000萬畫素的廣角鏡頭 這個廣角的焦段是26mm 另外還有1600萬畫素的超廣角鏡頭 這個超廣角的焦段是17mm 然後還有一顆800萬畫素的長焦鏡 這個長焦鏡的等下焦距大概是80mm左右 這個就是新的Mate 30 除了華為Mate 30以及Mate 30 Pro之外呢 華為今年也不例外的繼續跟Porsche Design合作 推出Porsche Design的Mate 30 RS 那它基本上呢就是由Mate 30改來的外型 它的側邊一樣跟Mate 30 Pro一樣是沒有音量鍵的 它改用側邊觸控的方式 像這樣觸控兩下就可以換出音量鍵 但是電源鍵的部分還是有保留的 然後呢背面的部分跟Mate 30 Pro也不太一樣了 就是它是採用跟Porsche Design相同的這種 比較有賽車感的皮革條紋 還有以及中間的這個黑色的飾板設計 不過中心的四顆鏡頭呢 配置的是跟Mate 30 Pro一樣 那這款呢台灣會什麼時候上市不太確定 就是按照網例通常Porsche Design版本 都會比Mate 30系列還要再更晚一點點 或是也有可能不會在台灣上市 總之更多上市訊息 就要留待之後的更多消息喔 好的以上就是華為這次Mate 30系列的 簡單現場報導 那更多的動手玩呢 我們可能要等到之後台灣 有進一步公布上市消息的時候 再跟分享給大家囉 那就這樣囉 大家掰掰